第十四號提案 發行55億美元債券用於資助加州的幹細胞研究機構 第十五號提案 修改加州憲章擬對商業工業地產按照市場價格而不是按購買時價格來徵稅 第十六號提案 加州憲法修正案旨在恢復種族平權推翻已經消除大學招生種族因素的209號法案 第十七號提案 恢復獲得保釋的重刑犯的選舉權 第十八號提案 對年滿17周歲 下個選舉日即將年滿18周歲的人士允許他們在初選及特別選舉中投票 第十九號提案 修改房產稅收評估轉移 若獲得通過 將允許房主將州內房產稅收評估轉移到更高價值的房產上 但需要做上行調整 對55歲以上或者傷殘人士 稅收評估轉移從一次增加到三次 遺產所得非主要居所房產 轉帳時將按市價進行估值 本提案所增加的稅收將用於各單位現業或房販 第十號提案 在量刑、假釋及對嫌犯DNA採集方面做出調整 這是由民間發起的執法相關的選票提案 即將一些嚴重犯罪歸為暴力犯罪 並限制罪犯假釋 結合三陣出局 打擊偷竊官犯 對於某些輕罪罪犯也應進行DNA採集 新坦記者谷新月綜合報導 第21號提案 這一提案旨在取代1995年出臺的保護屋主的科斯塔霍金斯出租房產法案 若獲得通過 將允許地方政府將15年前入住的房產納入租金控制範疇 唯一的例外是 房主擁有不超過兩處獨立屋或者利益細分的 此前的科斯塔霍金斯法案提出 1995年2月1日之後建成的房產 及租入獨立屋等獨自具名的房產不受租金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 類似的法案數年前曾由立法院提出 但在民眾反對聲中並無結果 第21號法案是以民間發起的名義捲土重來 第22號提案 由網約車公司配送公司聯合發起的民間選票提案 旨在讓這些公司豁免加州2019年通過的第5號老公法案 不讓這些基於零工經濟的公司 將司機等當作公司的正式員工對待 第23號提案 規定滲透系診所必須有現場醫師 並要求上保透系相關的感染案例 以及關閉診所需經過加州公共健康部的同意 不得引支付方式歧視患者等 第24號提案 擴大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案 包括允許消費者要求公司不要共享他們的個人隱私 對於此類要求公司必須現實清除 並成立加州隱私保護署來實施並執行隱私法案的規定 第25號提案 投Yes等於支持SB時廢除現金交保制度 代之以嫌犯等候審訊的風險評估制度 投No即推翻此前SB時廢除現金交保制度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案 新唐人記者谷新月綜合報導